煤炭钢铁铝业上帝股的简称资源股 其实都是逆市做好的 个表中铝升是2% 银钢升是6% 中煤液煤升是4%至5%等等 你怎样看这些资源股是否都可以继续 逆市之中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投资主体呢? 如果说资源也有分不同的办法 你自己会相对比较看哪些? 其实我想如果较短线来说 例如这几十两个星期 有机会这些资源股都会属于整体偏强的 当然资源股很阔 刚才提到有煤、炭、煤炭、煤炭 有煤、钢、泥、水炭 其实是很阔的 但是我想整个 刚才提到为什么短期觉得还是偏强的 我想是整体的气氛 或者资金要找出路的一个方向 因为假设未来过几星期 如果大家又是对一些科技东西 监管东西是比较担心的 那你变相这些钱 如果要找一些标的去追去选 我想又是集中回到一些 至少短期的政策面 没有那么大风险的 甚至乎是譬如好像资源价 觉得还可以升的 那大家又会继续追下去 虽然如果短期的资金面的趋向 有条件这些股股份还是偏强的 其实情况有点像电力股 就是因为电力股就是 升到飞天 但是为什么还可以追呢 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选择 就是资金要找短期出路 这些是这样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问整个资源办法 我想暂时的看法是偏强的 但是如果真的以当中的基本面去论 我想就要分别不同的资源价格 那个看法 那我自己就会比较 对煤可能这些位置是审慎一点的 因为始终我想煤价最大的牵连性 如果太高 影响很多行业 其实很多行业都是用煤做一个主要的成本 如果太贵的话 其实对内地整体的经济是有影响的 未必特别理想 所以你看到过去很多次 当煤价格太高 其实无论发购位 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一个 禁价或者限价的情况 这个情况就比较难预期何时出现 所以暂时来说 虽然现在煤价处于一个高位 仍然很强 但是我想这些位置才考虑煤股 我自己就会觉得 纯粹如果你的货很短可以的 看图就很漂亮的 但是如果你有货一个不是太短的 我想现在才进入就不是太建议 而至于铝的话 当然近期铝股也很强 比如中铝、云桥这些都很强 但是最主要当然是炒住基内亚那边的政局因素 但是这个也一样是比较难估计一点的 如果我说了以基内亚那边的话 如果真的以这件事来说 那对云桥也有一定的帮助 就是昨天那棍很明显 但是这些位置我觉得 你可以少住它 最重要是因为论估值来说 云桥也算便宜的 但是如果真的论实际 那个旅价再升的空间 其实都是一样 我想始终有机会慢慢随着这个政局 如果是叫做是慢慢回忆 或者没有那么大不确定性 其实那个旅价再升就难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反观 你说如果真的要选择资源股 降估我觉得OK的 或者刚才麦后我刚才说 就是类似一些 又是新能源电池那些概念 譬如离啊 Lip啊 这些我觉得都还是看得比较正面的 因为始终降 其实那个降价 过去这段时间不是怎样大升的 但是未来的需求仍然有 我觉得也是会看得比较合适 所以如果你说资源股里面去称 我想降股或者现在版面看到禁风 这些是比较偏向生能源电池的类别 仍然值得比较中线的去看好一点 是 还有刚才也有说过水泥那些 你自己是否也会相对多看? 是水泥其实也是看得正面的 当然很多时候大家说资源价 估计就未必即时拉到上来 但我想这一转 为什么也看得比较乐观 其实这个又是另一个方向 一来就是内地的上来价 其实过去这几个月是慢慢有个比较强的升势 也是慢慢偏全面一些 不是以前的个别地区为主 而二来我想最大的方向就是看着内地的基建的步伐 其实这一转你看得到不仅是刚才的数 譬如潤泥、附海洛这两只升 其实连带很多基建相关股 譬如所谓的基建三保好 其实都是升得很夸张的短期 我想最主要就是内地的基建提出的步伐 一来每逢去到年尾 其实也是炒住这件事情的 二来就特别今年我想比较明显 就是因为本身每年都有定一些 譬如可能是地方专项债的发放规模 其实去到之前年中打后小时间 都只是去到今年年头订大概三分一左右 其实还有三分二左右是未出的 当时其实关于大家严议 其实未来的这两季会是加快的很重要的 所以的确自此之后 你看到无论一些水泥价也好 一些相关基建的一些项目也好 其实是加快了很多 所以就自然令这些股份会偏强 而且坦白说其实水泥股 虽然过去这个年龄的升幅不是很少的 但是其实估值这些位置还是算便宜的 我觉得反过来说 起码在这些市场里面 你这么低的估值的板块股份 你也不用太害怕它会太急跌 如果反过来说 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市场又很害怕 要找东西去沽东西去订 又是订一些高估值的东西 所以我想想来估计 这么低估值的话 其实防守性也好 这个地方是小伙子的 陈生環境 小伙子的 这个回头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用来订阅它 听 我